十一月五日 教宗方濟國在梵蒂岡聖伯多禄廣場 主持公開接見活動 教宗的要理講授 繼續以教會為主題 這一日 他講到聖統濟的慈母教會 教宗強調 主教目職不是一項榮譽 而是服務 他不是買回來的 而是憑著服從來接受 他不為抬高自己 而為貶益自己 好像耶穌那樣貶益自己 聽命致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世俗觀念在教會內 沒有存在的位置 教宗指出 藉著主教、思讀和執事的職務 教會體現出他的武性 這個就是聖統濟慈母教會的 《教會真面容》 他陪伴我們一生的整個旅程 從藉著聖洗聖事 生育了我們 使我們成為基督徒 直到經歷考驗 苦難和死亡的最脆弱時刻 教會的武性 尤其是在主教本人 和他的目跡上表達出來 正如耶穌揽選了中途門 派遣他們去宣講福音 並餵養他的羊群 他的繼承人、主教 亦都被立為基督徒團體的首領 作為他們信仰的保證人 和上主臨在他們當中的活躍標記 我們知道主教目跡 並非一種有名望的地位 一項榮譽的職務 他不是一個榮譽稱號 而是一項服務 這是耶穌所希望的 在教會內不應該存在有世俗觀念 世俗觀念說 這個人在教會中清雲直上 成為主教 不是 不可以這樣的 這個觀念在教會內不應該有存在的位置 主教目跡是一項服務 不是為誇耀自己的榮譽 教宗表示 做主教就是說 常把耶穌的榮譽放在眼前 他不是來受服侍 而是來服侍人 在教會歷史上有很多聖人 有很多是聖人主教 這些聖人主教向我們表明 他們的目跡不是找回來的 不是求取的 不是買的 而是憑著福從而接受的 他不為抬高自己 而為貶益自己 如同耶穌一樣 貶益自己 聽命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可悲的是 有人 他為尋求這個職務 並為達到目的做了很多事 然而 他一旦達到目標之後 就不會再服務 但是會指高氣揚 只為自己虛榮心活著 教宗說 耶穌選照叫中途們 認為他們不應該彼此分裂 各做各的 而應該在一起 可能與耶穌結合 成為一個家庭 主教們也聚集在教宗身旁 組成唯一的團體 因為教宗是耶穌和他的中途們 極關切的這個緊密共融的守護人 和保證人 每當主教們和教宗一起表達這個共融的團體 努力做教友們更加更加更加完善的仆人 教會更加完善的仆人是幾個美好 教宗提到 在最近以家庭為題的世界主教會議上 看到的這個景象 散佈在這個世界上的全體主教 儘管他們所生活的地區 文化、敏國和傳統不同 彼此亦都相隔遙遠 卻體現出在基督內 以及他們團體間的密切關係 聆聽上主和聖神 就能夠深切關注人和時代的記號 因此 基督徒團體 命應在主教身上的大恩典 夢照來培養一種 與他誠懇且深厚的共融 假如信友 執事和思讀不同主教結合 就不會有健康的教會 這個不會與主教合一的教會 是一個病態教會 耶穌希望全體信眾、執事和思讀 與主教共融 夜的話,正在無法約险な 我的祖父公寺 聖 loved 聖聖之道 聖徒又聖聖 聖聖聖 Andrea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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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